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玩geoguessr 看看我们今天玩哪个地图啊 我那天在看这个地图的时候 发现啊这块上面有 呃 官方一些地图 还有下面的一些用户自己建的地图 我就发现了 其中这个地图 dumb test 我还没有玩过啊 我看一下它是非常easy的一个水平 一共有25个location 这游戏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看看做的怎么样 它是世界范围内的 location ok let's go single player start game 啊 这是美国的那个被福利山庄 加州的洛杉矶 这个确实很简单啊 这一关 走洛杉矶 被福利山庄 beverly hills 好莱坞好多明星都住在这里 ok 那我们具体在哪呢 那个标志 beverly hills 就是这儿 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具体在 这条街上 ok ok 这 let's go ok 差13米得了满分 下一关 ok 这是在巴西 这是那个耶稣像啊 耶稣像在在里约热内卢 ok我们走 巴西首都是里约热内卢还是圣保罗啊 巴西首都是看一下 到会查一下啊 我看一下把查的那个首都 我到时候会发在那个屏幕上 也算是一个科普的补充吧 呃 啊 这儿 crystal randentor 那个耶稣像 christ statue 我们在耶稣像的哪个位置呢 看一下我们在耶稣像的哪个位置啊 前面还是后边 处还真不知道我看一下啊 我们在耶稣像的正面 哇 这边好漂亮啊 这边的风景 那边是冲着海吗 ok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在耶稣像的正面 我觉得正面应该是面朝大海吧 对 我们在这儿 看一下啊 ok 我们在这个区 猜一下 这应该没问题啊 差5米5000分 下一个地图啊 纽约的时代广场 这是非常容易的 是吧 一看就是纽约 我们在哪条街上呢 这是那 这块是应该是那个降 那个球的地方吧 每年倒计时 我们在哪条街啊 我看一下啊 我玩这关都根本没有走 它其实可以移动的 ok 这儿有个forever21 Lewis 麦当劳 我们直接走了 时代广场 这个一共25个location 其中美国现在已经玩了两个了 哎 美国的还是挺多的 时代广场 好 这儿写着呢 75阶跟呃 45阶跟7阶啊 45阶跟7阶就在这儿 sunglass hots 快当劳 ok 我们就在十字路口的中间 没有问题 ok 第三轮玩完了 开始第四轮 又是一个美国的地图 我看一下啊 这是亚利桑那的周期吧 一看这个样子就像是亚利桑那 真的是非常炎热的地方 Arizona上面写着 没有问题 但是Arizona的哪里呢 是一个旅游峡谷吗 我去过那个大峡谷 是大峡谷吗 哦 这是 那个四个州交界的地方吧 我没去过这里 但是应该是这四个州交界的地方 ok 我们去地图上找一下 四个州交界 呃 New Mexico Colorado 这儿 这叫Four Corners Monument 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哎 四个州 我们出去走走看吧 我们去 我们去Arizona这一边去看看去吧 看看能过去吗 哦过不去了 他这是在定点拍摄的 ok 我们就guess 没有问题 五千分 这是加拿大的那个space needle吗 space needle中文是怎么翻译的呢 我去看一下我没去过加拿大 我看一下是在哪个城市 上面有写吗 Seattle center 哦 这是在西雅图的 这是在西雅图的那个space needle 西雅图也没去过 西雅图在美国的上面 西雅图space needle ok 找找找找了 这儿非常简单的 为什么这么多美国的地图啊 ok 我们应该在这个 环路这儿吧 对我们在环路的上方 呃 回到location 回到原点 ok 我们应该在这个位置 ok guess 没问题 拿了满分 两万五千分 应该是 25k 看一下summary 我这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确实是easy模式 四个美国的 一个在brazil ok 这还是挺好玩的啊 欢迎大家都玩一下这关 还是非常简单的 适合新手去上手 去练一练 当然也可以充足一下你的地理知识 我觉得 很开心跟大家一起玩这个游戏 我今后也会多发一些geo guesser的游戏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 啊订阅我的频道 给这视频点个赞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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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